第一次受伤的罗翔是吃了这个急速一年多 2006年2月份就出现在上海天年锦标赛的时候 他就因为左怀还不是右怀 右怀两次手术 左怀那个疼痛 怀关节疼痛退赛在上海 第二次审舱是右怀 驾右大腿根部 不是右腿 右大腿根部也疼了 这是原因 就是退出了牛洋邮金两次比赛 纽约一次比赛 牛洋邮金的两次打赛 因为这个右就和大腿疼痛退赛了 第三次伤的就是 到那个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16号 其实小足赛之前前两天 他就有反应 这是可能是出现情况吧 就是鸭牙反应很厉害 当时有个镜头 网上的镜头也是这样 他急得把鸭牙朝着墙上跺 一个跺也伤 这个人吃起素在那里头脚外 有些安防大夫实际掐 掐着都说一种 腰壮了流洋的战斗出汗 这掐也不对 你掐也掐不好 越掐那郭皮子 因为吃了急速以后 尤其那个身上炎素以后 是郭皮子真身 他敏感性更强 越掐他就疼得厉害 所以背应该掐 那好多是 为什么呢 怀关节那地方 又根据关节 就是根国上头的一个小板灯 就叫峻谷 在那个峻谷 小腿近过匪谷之间的 坐在根国上头的一个 这个小骨头 他那个 刘洋查出来是 北京医院那个 主任那个 埃克斯邦大夫 就是检查 说刘洋呢 是 是 就 就右脚 跟见末端 腹椎有根国的地方受伤 这个带着 认同意义上就是 跟见腹率期的身上 所以呢 跟见腹率期的手上 首先是解决了根国的腹 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 原因就是 吃了急速以后 就是产生了 这骨头的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是什么呢 原因是为什么一摔而伤呢 就是因为一个 急速的病人被打破了以后 不管你加急高原素 就是多了 或者性急速高了 加装腺高了 加装腹腺 这急速 一个急速多了 其他急速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这是造成了骨子疏松 为什么骨子疏松呢 因为骨纤维 骨骨骨的纤维 它真正的造成了异常的真身 这样就把那个骨头原来那个结构 就是这个真身的纤维就代替了原来那个好的结构 是这样的 就产生了 就是这个真身的纤维 异常真身的纤维代替了好的那个牢固的骨头纤维 所以产生了骨头这个疏松就容易破坏 这样有轻微的外力之下 你就可以产生 产生病理性的骨折现象 人带断结 人带疾弹 疾弹断结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原因就是在这 因为骨头 它的极纤维不是快速长的东西 它都没有那骨道骨性 所以你留想 你疼了以后 脚牙创在墙上剃 大夫在掐 越掐越疼得厉 因为你的骨头已经是因为吃鸡素产生的变化 造成那些反应 所以它这个在这个北京亚运会以后 它就开到了 去美国开到了 去美国开到了 去美国开到取的是以骨刺 和那个长期那个水种煤霸 绑住在消耗吸收 就形成结石 取出事外接石 应该是骨刺 可能欧阳党是就是骨刺 骨刺也是骨刺 是的 就是骨刺